你要消除称慧心这个习性 或者说我不跟你讲话 反正我看到你 当然我们不敢跟他讲话 有时候他是内心那个心态还是在 就像妈妈现在已经得失智了 他根本不认得你了 骂你 但是你对妈妈的这种悲心 孝顺报恩永远都还在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人从心里拔掉 那就舍弃菩提心了 这一点我想理论上 我们容易了解 但是你要在佛前发愿 不断地发愿 这是我的戒律 我要不能舍弃他 还尽力不要去关心他 一定要如此 第二 时常思维菩提心之功德 就不会退使菩提心 以经中之辟语说 菩提心如毛 能破烦恼贼 菩提心如福 能斩断术之根经等 则是说 菩提心能断除一切苦逆 及邪恶 菩提心又欲如善妙宝贫 能够盛满一切心愿 向如意宝珠 能满足一切所欲 这些都是由菩提心 乃能成就顺远和善法之功德 二 时常思维这些利益 自然会对得用 众多之菩提心 发生尊重和爱护之情 尊重持守 不会退失了 所以 昨天有人跟我说 不是我们现场人 他要开一个老人院 要为他们哀咎 要为他们做很多事情 但是现在要去贷款 然后呢 希望师父加持 一切没障碍 如何如何 但是我只给他回答 不离开利他的悲心 就没有障碍 就会成就 但是如果你生起了私心 我用这个来赚钱 或是来达到自己 说我有能力 如何如何 那这样你就 就算成功也没有用 那如果我们是发起菩提心 去做一件事情 就算失败了 我们还拥有菩提心 事情是随缘的 但是内心里面 还是维续的菩提心 所以这个一定要回光返照 回光返照 不管你做什么 我今天我做维挪 今天我带大家做什么 我目的 都是为了菩提心 那有了菩提心 你就不用烦恼钱了 在辈子 道心中有衣食 你的助缘就特别多 衣食中无道心 那如果你的动机 先谈的是自己的利益 或是我为了要成功 我还可以得到什么 如何如何 甚至现在有人利用佛教 这边起来了 所以土地就会涨 所以我在这边盖房子 会赚钱 我盖个寺庙在那边 让人家摆 我就可以水涨船高 那这些动机都是 世间商人的动机 那就不能谈了 但是如果你真实发起菩提心 你就不用烦恼 这些任何都不用烦恼 不管你要仿生 不管你要做道场 不管你要出家 不管你要做什么 你只要守护菩提心 那这些助缘不可思议 第三 基于福德和智慧之良 为升起菩提心之方便 以福德之良是指使法行 四色法等菩萨之修行方便 智慧之良是指做此等法行时 观赏或体验三轮体空 无作者受者和刑法之智慧真谛 二 如果在福德和智慧两方面努力 就能够增长菩提心之力能 因此大圣行人 应该随时随地地在这方面去努力 三 就最低的限度来说 念一句真言或佛号 也算是积聚二种之良了 所以我们发起菩提心一直到成佛 中间的过程就是要福慧双修 也叫卑至双运 但是你要修慧不能够离开福 就是说你必须在从事利他的后 我插这个花 我花了很多钱 花了很多时间 这个叫福 但是钱跟时间 或者花的本体也是如幻如画的 但是你要得到这个慧 你不能够离开插花的这个过程 所以所谓始法行 也可以叫始大院 或者我们超经 离佛 甚至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叫十字连 我要放生十万遍 我要照佛塔十万寸 我要印佛经十万种等等 那四设法就是说 你不能够离开众生 你要想办法在众生身上 不思爱与力行同事 那你这样去面对的时候 然后做了 然后你还要放下 叫三轮提空 观想智慧 你不能讲空而离开有 你必须从有的福德 然后又能够安住空性 所以时时刻刻每天都在这 这两个方面 同时在运作 同时在运作 叫福慧双修 就可以增长菩提心 第四 所以念佛持咒一样 声音 它是可以利益众生的 声音本体也是空性 食物众生可度 所以你虽然劝对方念佛 但是对方不听你的 你也不要起烦恼 因为众生 它本来就是如幻如化的 但是我要尽力 但是你不能舍弃福德 宁可以福德为主 但是千万不要舍弃福德 第四 时常练习菩提心 为使其增长之方便 一 菩提道登论云 发了愿菩提心以后 就应该努力地用种种方便 令菩提心增长 二 应修习三种法型 因菩提心 愿菩提心 行菩提心 一 因菩提心 是要时常对众生 起慈悲之心 最少每做修观一次 好 佛陀特别强调 因菩提心 比如说各位 我昨天讲 我们今天没去放圣 但是你要观想 我们在救牛啊 观 所以佛陀说 修慈悲观就不得了 你都还没有行为了 你有这个悲心 那各位不能失去 你路上看到一个老人 愿他身体健康 公老公公得给你 你还真实不知 但是你要借这个机会 升起慈悲心 养成习惯 因为我发觉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习性个性 比较独立的 比较自私的 比较急躁的 比方谁谁量的 什么人都有 但是各位 你要把这些改变 因为所有的因缘 都是让我修菩提心的方便 对所有的事情 都修慈悲观 看报纸 看电视 所以 甚至你没事干 你坐在那边 都要观修 就像昨天讲 我是观音菩萨 我怎么利益众生 这样你就可以断无量烦恼 当下死亡也会生饭天 佛祖说 修这个因菩提心 去思维 所以你在家里 最好贴着六道轮回土 然后每天到处管 甚至现在的世界 到底哪里 到处有灾难 当政者也很痛苦 老百姓也有痛苦 生病也痛苦 医生也抱怨 医生也忙得不得了 那你看到你到医院 对这个医生 护士 病人 家属 你到医 对他修 慈悲心 然后呢 一句欧弥陀佛 都能够对他 有很大的帮助 那至少每天 所谓每做 一做 就像一只相 一个半钟头 或两个钟头 那你要 经常习惯 像各位来到这边 养成早起的习惯 早上起来 我们就修慈悲观 修了十分钟 所以我要来 受八观摘戒 自己念一遍 然后又开始 对他们做 真实的甘露事实 哪怕一杯水 那你要 不断地这样 练习 好 愿菩提心的修观 是要心中思念 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 试取佛位 这需要昼夜 各修三次 发菩提心的诵文 很多很广 最简单的 可念诵 阿底霞尊者 所撰写的 好 我们大家 念三遍 那以后你要用心念 真实要这样做 那以后 任何开一部车 我今天要走路去哪里 你都要记得 你要走路 要念这个 因为你走路念这个 你沿路 你就会洒水 向各位去洒水 洒米 很慈悲 每一个动作 我今天要去餐厅吃饭 也不离开菩提心 上宫下室 所以大家一念三遍 来 佛陀正法与圣圣 直至菩提 我归意 我知善行及功德 回向众生 愿成佛 佛陀正法与圣圣 直至菩提 我归意 我知善行及功德 回向众生 愿成佛 佛陀正法与圣圣 直至菩提 我归意 我知善行及功德 回向众生 愿成佛 这就是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 每天都要这样一念 第二 第三 行菩提心之修观 是要一面练习利他之心 一面练习清净自己之心 前者是观想 把自身所做的一切善业功德 和种种资财受用等 都回向于利益众生 后者是要使自己的身心净化 将此善根 回向于持戒清净 使罪业和烦恼减少 好 念一下 自己的身口义功德 乃至我们随喜的 所有的身口义功德 到昨天为止 便当送了五十万个 我严共四万九千多场 那你要一直随喜 导出这个世界上 但是你碰到任何一个人 就要把我们这些 所有的一切 布施给对方 要这样练习 不施给对方 不施给对方又融入于空性 自己又不执着 那希望自己 菩提心能够坚定 消除业障 找得开智慧 第五 四黑法 这个很重要 断舌四种黑法 一指四项白法 为不忘失菩提心之方便 一 包基金 大加社品云 加社 菩萨有四法 使菩提心 何者为四 一 七狂师长 以受经法 而不恭敬 二 无疑悔处 令他疑悔 三 求大圣者 喝骂诽谤 广其恶民 四 以禅取心 与人从事 加社 视为菩萨 四法 施 菩提心 二 摄言之 即是对上师 和看受 供养之人 行欺骗 别人本来 没有疑悔的 使其产生 疑悔之心 对以发菩提心的菩萨 以称恨心 说恶语诽谤 以及做欺骗众生的行为等 所以各位最重要供养 三宝 供养上师 法师 最好的叫什么 一教奉行 不然的话 比如说 我们听佛法的 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我们自己不去做 以受经法 而不恭敬 反正我又 不要做菩萨 反正我又 如何如何 那这样呢 所以我一直强调 听到的法 看到的经 都是我们行为实践的戒律 要如此 那根本也不能打敷衍 所以有时候 师父问你什么事情 一九一二九二 我们也不能骗一骗 第二个 这个很小心 有些人会说 怎么可能做菩萨 我做不到 这个人已经想要做了 你还给他泼个冷水 不可能 做不到 算了 那不行 你要说 没有问题 这个菩提心功德太大了 最后一定可以达到 虽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呢 一定可以成功 所以你不能让他怀疑后悔 也不然有时候呢 以前我们去读佛学 因为有些人修解脱道 有些人 只是为了学历而来 有些人是蒸发菩提心 但是有时候在一起交谈 就会发现有这个问题 那有些人就被影响了 他本来念佛 念得好好的 大家请一请 我看不用念佛了 退转了 所以 那 因为每个人去发表自己的思想的时候 很恐怖 所以各位呢 千万不要去 不能人水 不管别人什么 我们随喜 我们给他祈愿 他可以达到他的目标 更希望他可以 到达一个圆满阶段 但是现在的资讯很麻烦 现在的资讯 随时谁都可以发表很多自己的观念的时候 反而会让别人退转 比如说 燕供好了 你不能坐好有鬼 还有 我本来有一位居士 他天天燕供都来 他跟他先生太太 他就碰到他一个朋友说 你们没资格去活摸 晚上回去 鬼都跟你了 那后来把师父 对不起 我不能来了 我家都是鬼 因为他就被影响了 所以各位我想 你放心 慈悲无障碍 消了都是自己的业障 那就算我们觉得不够不够 我们就多观想一点 回来再做一遍都没关系 但是千万不要泼冷水 泼冷冷水是不应该的 第三 求大乘者 我想这个事件太多人在毁谤大乘佛教 毁谤大乘非佛说 密终了 怎么不好 就做了很大的伤害 那因为现在有媒体 反而他们造也容易 也会影响别人 第四 以禅取心 与人从事 那我想各位 你修菩提心的人 对人 人你要很真心关心对方 他是我的父母 我们不能讲那个风凉话 或是因为他有钱 他有名 他对我什么利益 就像做生意一样 禅取就是虚伪 讲一些假话 所以各位要念下来 真心相待 各位练习练习 因为西方社会很难 大家Hello Hello Hello 都讲假话 How are you Fine Fine 然后心理说 借点钱 Oh no 废话 你跟我Hello 但是没办法 这个是习惯 所以反而变成口头的习惯 因为应付应付 Oh good 然后呢 这个不太好 但是华人是不太讲话 那要讲话又讲真话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这些 要习惯上要真心的 你不跟我讲话 我要肺腑之心 希望你健康 希望你开车平安 希望你一切圆满 那各位要 慈心就是道场 不能有 惨取 虚为 甚至因为现在 像我是个出家人 或许人家认识我 所以有些人跟我讲话 所以德列萨修女讲的 所以一个人成功以后 他旁边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假的朋友 一种是真的敌人 那你会孤独 所以但是做菩萨 不能如此 永远不能虚为 逢迎八截 不然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佛性 因为失去菩提心 最恐怖了 所以这四条各位要背 叫四黑法 那我们去清净善知识 你要去观察对方 有没有这样 如果这样 嘴巴他讲得再好 你都远离 换过来 四种白法 你一下 第三 四种白法者 同经云 加设 若菩萨有四法 适事不失菩提之心 乃至成佛 道场自然现前 何谓为四 一 失命因缘 不以妄语 何况细效 二 常以执心 与人从事 离诸禅取 三 于诸菩萨 身世尊详 能与四方 称阳其名 四 自不爱要诸小圣法 所化众生 皆惜令诸 无上菩提 加设 是为菩萨四法 适事不失菩提心 乃至成佛 道场自然现前 所以站在经典 太多的菩萨四法 那藏传佛教 比较重视这个 四黑四白 那是大乘的经典 有百千条的 菩萨四法 我们有收集一本 当然里面还不够 那各位都要看 因为这都是菩萨界 应该要做的 都应该要做的 尤其第三条 各位要学习 称赞别人 称赞 我们也不论是光赞叹 自己的师父 这个世界 真的有很多 很多很多的 善知识 乃至是那些世界 比如说 大家很会想 比尔盖子 这个是个菩萨 对不对 那这个世界 太多的菩萨 要去称阳赞叹 所以余诸菩萨 你要当做 他像佛一样 让别人能够 河南胜众 就是说 你一直推荐 这些好菩萨 让别人认识 不能光 从原意里面 慢慢的 就讲别人不好 讲一讲 就是你一个好了 那这个就不是菩萨 菩萨要 要找出别人的优点 也希望大家 去亲近他 第四 你晚安 设律言之 是说菩萨 众人会失去性命 也不说妄语 使一切众生 去向善法 尤其是大圣之善法 与以发菩提心之菩萨们 观如佛像 赞扬其名 便于十方 不以欺骗或虚伪 盖一切众生 常做如是 殊胜之行 好 那后面就是重点 喜迎菩提心 怎么去做 那 各位都很熟了 我们找机会再 在念 我现在先请各位 看一看前面 前面有一个重点 这个重点是 你我们现在的修行 观念 正不称确 是不是符合 我找一下 请翻到第八页 我们既然要发菩提心 那我们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想法 不应该有这些过失 一二三四 念一下 一 虽见轮回诸过患 不生丝毫之哀思哲 二 虽闻佛陀诸功德 不生丝毫之信心哲 三 无羞 无耻 无慈悲 造种种罪 无忧回哲 四 若人具足此六非 视为断灭如来种 或有其作诸恶行 或为破坏诸白法 毫毛之善 亦不为于解脱法成绝缘 好 特别是第一条 虽见轮回诸过患 所以各位要经常去看这个世间的真相 千万不要被他迷了 所以出离心 甚至你自己有出离心 你才会看到众生在轮回里面还在执着 他拼的钥匙 他要做董事长 他拼的钥匙 他要做县长 然后我们要升起悲心 所以对众生要升起这个悲心 轮回处理心 对佛陀的功德 要升起信心 然后真实去改变自己 这里面 刚波巴大师还写了一个 四个很重要的重点 第十页 各位要观察自己 观察自己 那我们就算不是这种种性 我们要故意练习自己 是这种种性 那这样才好发菩提心 第七 你也讲 什么是菩萨种性 大圣种性之相 一 具有菩萨种性的人 毕竟有许多特质 例如 不必依靠教诲 他们的深夜和雨夜 自然的十分调柔谦和 惨取欺诈之心 微薄 对各种众生 自然升起慈悲等等 二 二 无暴力出恶 诚实不欺骗 慈爱众友情 此事菩萨种 好 那这一点各位要抓回来 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社会 大家不择手段的 就追求利益 赚钱 得到 占有 慢慢人的 这种福兴就不见了 这是最恐怖的 所以末母三千 那我们为什么要换到道场来修行 甚至 如果你的这个社会环境 都是这些而以我诈 那你最好 如果你要修 你最好还是远离 远离 因为自己很容易被这个贡业所影响 那当然如果你要进入五卓二世 那你装备就要做好 不然的话你又去跟这个社会团体在一起 包括在佛教里面一样 争权夺利 都会有这种现象跑出来 久了以后你如果不懂得进化 马上久了你就变成那种人 然后你自己变成那种人都不知道 所以要回光返照 所以具有菩萨种性 这个人很会自我检讨 不必依靠教诲 他们的深夜语也自然给人家的感受 调柔谦和 不喜欢虚伪 有时候 脸笑 就是讲话脸不笑的 你好 没感情的 没有悲心的 各位要真实照照镜子去练习 你好嘛 你要一直练习 不能讲虚伪话 所以惨取欺诈之心 越来越微薄 所以对各种众生自然升起慈悲等等 各位真的要练习 慈悲人有慈悲的眼相 慈悲人有慈悲的手相 慈悲有慈悲人的身相 你也会判别 所以你要多看佛陀 多看佛陀就念观音菩萨 慢慢去练习 怎么样去找到这个像 第三 捏一下其他的征兆 一 在进行任何作业或接触之前 首先就会以慈悲心 替众生考虑 二 对大圣法 仰慕 喜爱 三 对难行之菩萨行 能够不计得失地承担 堪忍 四 与波罗密多相应之诸善法 能够随时奉行 四 作业之前起悲心 仰慕大圣 具堪忍 与诸善行 能奉行 此为菩萨总性照 八 众生虽然有各种不同页缘和特质 但是一切皆具佛种性 如来藏 诵曰 见银矿时之淫在 见戒子时之犹在 见如之有疏落在 见人之有佛性在 请翻到四十页 一指善之士 那 进入里面的条件 并不是我们拿这个去找而已 而是说 做个菩萨是希望做人间模范 我自己也应该如此 以这善之士的条件 成为自己的戒律 这样去实践 所以第十一 善之士应该具有哪些条件呢 经论分八四二等说法 一 八种条件者 菩萨地论云 菩萨善之士若具八项 视为圆满 何者为八 一 多文大圣经典 二 持守菩萨戒律 三 具足修行政务 四 悲心忌重 五 无有畏惧 六 忍耐谦和 七 心理悔妻 八 善于言辞 二 四种条件者 庄严经论云 多文 黎诸仪 能持诸善法 二门说真如 视为菩萨像 为圆满法师 多文 是说 由于多文 广学的缘故 能广大的 开示法药 因为智慧广大的缘故 能处众生的疑惑 持守善事之作业故 堪受赞扬 二门说真如 是说 能有烦恼染污门 和清静极灭门 来说明真如实相的道理 三 二种条件者 入菩萨论云 真善知识者 深通大圣教 持菩萨胜律 虽逢命难云 不舍菩萨戒 这是说 善知识的最低条件 必须深通大圣教义 和持守菩萨戒律 十二 依止善知识的方法是 恭敬与供养 爱敬并尘事 修行及努力 一 恭敬 要对善知识 长行礼拜 和周扎绕行 他行进的时候 要肃及起立 敬他的身旁时 要恭屈身体 以诚挚的心情 在适当的时候 讲话 和以无焰足的心情 时常瞻仰其词言 就像华言金鱼 以无焰足心 平视善知识 为什么善知识 极其珍贵 因为善知识实在是 难见 难出 难遇的缘故 二 供养 要以与法 不相为的食物 衣着 电乳 医药 珍宝等财物 像长体菩萨一样的 不济生命 去尘世 供养善知识 善才童子说过 佛菩提是由供养善知识 而获得的 三 爱尽 要是善知识如佛 凡有所逊 皆不违约 对善知识 要仰慕 敬重和尽兴 就像纳洛巴大师 依止 帝洛巴 善知识一样 般若经云 你应该对善知识 竭尽全力的 去敬重 爱惜和尽兴 某些时候 当善知识 以善巧方便 来行动的时候 应该摒弃自己的邪念 并特别努力地 去生起尽兴 四 修行及努力 从善知识 而得听闻 思维和修持佛法 由闻思修三门的努力 去行持 乃能使善知识欢喜 庄严经论云 从事修学时 依教奉行之 令彼心欢喜 因为要使善知识欢喜 自己才能去入佛道 故入法戒品云 若令善知识欢喜 则能获得一切佛菩提 十三 依止善知识的利益 如入法戒品云 菩萨若为善知识所赦 则不多恶道 若为善知识所护 则不为恶有所诱 若为善知识所诱 则于大圣法得不退转 善知识善护念诸菩萨 必能树极超离一身位 好 所以怀音经特别强调善知识的重要 所以在金刚证 要把善知识当成佛一样 所以各位多去亲近更多 这些发布利益经的善知识 那当然这个也是消除自我的方法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善知识 那他就自以为是 那就往往也会有魔障 会用个人的想法去做事情 第47更重要 那就像这一次我们来参加短期出家 乃至那各位要去把这个观念 如何转为